乔报记者已经11月18月洛杉矶报道,当数百个家庭,在痛苦中,等待着了解失踪欠人的命运时,官员们对加州野火的命运,做出了令人揪心的预测,还没烧到一半。 据CNN报道,自加州野火分裂以来,在搜救官员周六,发现了五具遗体后,被加州火灾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达到76人。 在南加州,乌尔提大火,Lovie Fire中发现三只尸体后,该州目前的死亡人数为79人,或在造成9700多所房屋被毁,被烧毁的面积相当于整个芝加哥,但加州消防局,Cal Fire,表示,大火可能要到11月30日才能完全控制住。 这是压倒性的,我没有办法来形容它,不由特险警长和验尸,光刻与霍尼亚,Cal Fire,Honey说道,这是前所未有的,没有人能应对这种造成如此大破坏,和令人遗憾的死亡的程度。 霍尼亚表示,已经初步确认了63个死者的身份,通过DNA测试来确认的,在搜寻死者和失踪人员的工作,仍在继续的同时, 数千名消防员,正在努力控制火势。 路透社,此次烟火已是加州历史上最致命,最具破坏性的一场火灾,目前仍有1200多人下落不明,官员们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。 救援人员正在清理被大火烧毁的房屋残涵,许多搜寻人员失去了他们家园,现在正在寻找他们邻居的遗体。 在搜寻死者和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继续的同时,数千名消防员正在努力控制火势。 截至周日上午,萤火已烧火14.95万英亩,其中60%被控制住。 官员们说,虽然从火灾中失踪的人数急剧上升,但很难确切地说有多少人失踪,还有多少人现在安全地待在其他地方。 这是我们从电话、电子邮件和911系统中收集的原始数据。 霍尼亚说,这不是完美的数据,但我们的想法是最好把这些信息公布出来,以帮助人们了解情况,因此与其等待,我们还不如努力取得进展。 数百名代表,内国国民卫队、验尸官和人类学家,正在清理被夷为平地的房屋和被毁坏的气质残行。 有很多人流离失所,我们发现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寻找他们。 霍尼亚说,不由这些,保留了从火灾中失踪的人员名单。 霍尼亚端促任何看到自己或亲人安全的人,连西进上办公室,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